八年级身缺钱花用 何谋呢上网去榨财 在聊天室呢引诱了流姓宅男上钩之后相约来见面 这一群人呢推出了身材较好的徐姓嫌犯 共赴约 开口就要6000块钱 流姓男子不从 其他的嫌犯呢就持玩具手枪 球棒来围殴他 行径非常的嚣张 警方徐姓逮捕了6名嫌犯 发现了其中最小的只有14岁 而被害的流姓男子呢身上有多处的伤痕 回想起事发的经过还是气愤难平 是吓得直说 他短期之内呢是不敢再约网友出来见面的 就算被移送也要提着包包 Trizzer还设上意用双手捂着脸 身材相当绞扫的徐姓女子 刚满18岁 却用无聊缺钱和同伙在网络上吊凯子 女子在聊天室昵称好寂寞 随机选上自称自以为很帅的男子 一开口就要约对方 约出来见面 一开始只是讲说 他电话费千一万多块 然后做行销 做行销也被骗 然后说他身上也没有钱 过得很辛苦 然后说可不可以 要个六七千块这样 第一次见面开口就要钱 被害人察觉有意拒绝之后 没啥女子才刚离开 没多久三名恶煞就出现 拿出棍棒还有假枪 把被害人打得比起年重 就一直打我 然后一个人就拿手枪说 要跟我把身上贵重的动机拿出来 被害人被打到轻微 脑震荡 左手骨折 眼镜也被打烂 身上三千元现金被洗劫一空 手机也被抢走 宅男以为网路聊天交友遇上桃花 没啥却是骗局一场 人被打到挂疾症 只能狼狈报警 专属刘水收响 新闻说到